好,各位同学 老师今天为了各位介绍的软体是3DSMath 3D动画软体 3DSMath在国内主要运用在游戏公司 广告公司 还有建筑室内设计方面的运用 在我们进入3DSMath之后 首先你会看到一个Lenry Movie 这个Lenry Movie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教学 包括软体的操作界面 还有试图导览 如何建立物件 如何汇入以及管理物件 如何指定材质 那如果说你不需要下一次再出现 这个对话方块的话 你可以把Show List Dialog at Startup 把它取消就可以了 好,那下次就不会再出现 那我们现在这边先把这个对话框关闭 首先为各位介绍3DSMath它的操作界面 3DSMath目前在国内并没有推出官方的繁体中文版 所以我们是使用英文的界面 好,在画面上方呢 上面这一排是标题列 它说显示3DMath的版本 那老师这次上课使用的版本是3DSMath Design 2010 接着再请看到左上方 这边有一个3DS按钮 还有快速工具列 当我们要对目前做的专案做存档 开启档案 或者是做软体的偏好设定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调整 Option 做偏好设定 或者是如果说我们要离开3DSMath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点选 那此外呢 经常使用的指令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例如开新的档案 开启旧档 储存档案 还原重做等等 好 这一排是功能表 像我们如果说要 要做移动旋转缩放 或者是使用某些工具的话 可以在这边操作 那你可以注意到 在某些工具 现在是出现灰色的 就表示在目前的状态不能使用 其实比较常用的工具 3DSMath是做成按钮的形态 那只要点选 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或者是有些工具呢 也会提供了快速键 好 例如说 我们在这边的这些工具呢 它有对应的快速键 你可以按键盘来进行切换 那这个快速键的操作呢 我稍后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画面中间的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呢 称为视图 在视图上面呢 有这一个 石墨建模工具 这个是2010版新增的 新增一个工具 你可以用这边的工具呢 来建立一些模型 或者是做一些调整 好 接着呢 中间这块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视图 就是我们的视图 你可以在视图的左上方 看到这个视图的名称 这个视图叫做perspective 透视图 好 那么你可能在早期版本的3DMath 看到是四个视图 看到是四个视图的 就是类似像这样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个四个视图的状态呢 分别是top上视图 从上方来检视场景 front 前视图 left 左视图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perspective 透视图 老师怎么切换的呢 其实老师是用画面 右下角的这个按钮 这边有一个 maximize viewport toggle 按一下 就可以切换四个视图 或者是单一视图 好 那你也可以用快速键 像刚才老师用的是快速键 不过快速键我们稍后再跟各位介绍 再请各位看到画面的右上角 这个视图右上角 这个地方有一个view cube view cube 这个称为解释方块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转到不同的角度 例如说我们在下面这边有个螺盘 你可以旋转它 你可以转到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如果你要看 从上面来看这个视图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从正上方看这个视图 好 我们这边再把它转回来 这边有一个home按钮 按一下 就可以把它转到预设的角度 现在各位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因为我们在画面上没有任何的物件 好 那我们这边建一个物件好了 在画面右边 这个我们称为command panel 命令面板 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建立一些几何物件 例如说我这边建立一个方块 好 我在这边就用滑鼠拖曳的方法 我们建立一个方块 好 OK 我这边建立一个方块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刚刚讲如果说你要从正上方看 你可以在这边点选正上方 好 然后你也可以旋转它 转到不同的角度来观看 好 那么如果说你要回复到预设的位置的话 只要在这个地方点选home按钮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也算是仕途一个导览工具 好 我们再讲这一块区域 这块区域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称为command panel 命令面板 在命令面板上 你可以选择建立各种物件 例如说你可以建立基本的几何物件 可以选择建立形状 可以选择建立灯光 摄影机 此外你也可以用来编辑你现在选的物件 上面这六个标签可以切换 你看第一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create 建立面板 第二个是modify 修改 第三个hierarchy 让你去设定阶层 第四个motion 制作动作 第五个display 设定显示模式 第六个utility 提供一些公用程式 好 这个部分呢 称为command panel 那在这个command panel 命令面板里面呢 最常用到的大概就是前两个 create 以及modify 好 这个我们也是稍后再为各位详细介绍 画面下方的这个有刻度的这块区域呢 称为时间轴 3DSMath它是一个以时间轴为基础的动画软体 你只要建立 关键影格 它会自动帮你加上补间动画 所谓的补间动画 如果说各位有玩过像是flash 或者是premiere after effect的话应该知道你建立a b两个关键影格 3DSMath会把a到b之间的动作变化自动帮你补上 好这个部分呢 它可以取代许多人工的操作 好另外呢 在画面的右下方这一块区域是动画控制区 你可以控制动画的播放 当然现在看不到因为我还没有做任何任何动画的编辑 好然后呢最右下方呢 则是视图管理区 例如说你要把画面拉近 拉远 或者是改变视角 以及平移 或者是旋转到不同的视角来观看你这个场景上的物件 都可以在这边操作 这个我们待会会为各位详细介绍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3DSMath操作界面 待会请各位同学先熟悉一下 这个故事观看 请愿者订阅 请愿者订阅 请愿者订阅